老師也太可愛了吧 妳確定是要拍占譜不是拍漣漪 這個光是 怎麼辦 這位呢是玉茶子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秘密上的玉茶子 老師我其實不知道妳什麼系統 什麼類型什麼方法要來幫我占譜 我是 我是聽天由命 聽天由命所以妳有很多武器就對了 我們會用這個盒子裡面的東西做占卜 對 某一種牌嗎 嗯不是 打開來就結束了 真理之門那樣 提示的話妳可以往香香的感覺 香香的喔 嗯香香的 香水嗎 答對了迷路好聰明喔 因為妳說香香的 妳特製的香水 不是我特製的 是我們老師特製的 我從那邊學到的技術 妳這樣有聞到一點味道耶 妳現在就聞到了嗎 對啊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應該是 是什麼 是 我的味道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香水占卜 老師妳的道具非常的齊全 剛剛老師從一個行李箱裡面 開始佈置她的這個儀式桌 我就覺得 唉唷好多喔 這個還有沙漏啊 這邊有蠟燭 是為什麼做這件事情特別要有氣氛嗎 嗯 就其實我們對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你感覺不對 那妳今天 妳在做占卜 妳很難濃鹿 所以氣氛儀式更重要 這感覺已經不對 對我努力再後退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開始幫米露進行香水占卜囉 好的 那請米露呢幫我雙手放上去 非常的放鬆 就像妳在睡覺一樣 然後幫我閉上眼睛喔 嗯 那妳接下來呢 妳可以幫我默念 或是念出來 妳的本名 然後生日地址 然後妳要問的問題問三次 我最近想開始做副業 然後想做香氛蠟燭 不知道這是不是最正確的方向 有沒有什麼建議 好 那妳可以幫我收起來 然後眼睛也打開 那接下來妳要幫我做一件事情 嗯 每一罐香水打開 用鼻子紋 不要噴 排列喜歡到不喜歡的順序給我 好 白色這個我覺得是 女生常用的香水 有一點花香 玫瑰味 然後綠色這個 味道好像沒有那麼聞得清楚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點植物味 黃色這個 好熟悉的味道喔 手搖電會出現的味道 甜甜的 我覺得這個有放木質調 變彈香的感覺 但是我平常很喜歡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沒有那麼喜歡 最後一個 這個是玫瑰色 嗯 這個給我的感覺很像 某一種中藥材 或某一種香料 雖然 我沒有特別 喜歡它的味道 但我喜歡它那個 有點神秘 作目不定的感覺 然後因為白色這個是 我覺得 香味最濃的 但我不喜歡侵略性這麼強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移動到後面 綠色是最沒有感覺的 那在我們的香水占卜呢 會有一個掛像 大胸或是 大姐 或是胸或是 或是 給你一個非常中間的 自由發展的一個掛 那這個掛呢 好 請說 這個掛是大胸 啊 大胸 啊 怎麼辦 啊 啊 第一罐嘛 那這一罐它其實代表土 那你的最後一罐 這一罐代表我們的木 嗯 那其實在我們的五行之中呢 木會來刻土 因為最後一罐會代表我們的結果 所以結果會刻你的現在 噢 噢 大胸 是這樣子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拆解 它給我們什麼樣的畫面 第一罐代表土 那其實香氛蠟燭是你的一個 可以幫你建立領地 嗯 因為土嘛 像是山一樣 對 蓋在這裡蓋在這裡 那堆疊了 上去了 助力在那了 不會要擺不定 哦 就是我不會放棄這個念頭的感覺 對 主要這個 就算監視大胸 你還是可能會設想辦法 對我就是固執 那接下來第二罐 這一罐代表水 那其實水呢 它代表神秘之鄉 那也代表留很遠 是 所以意思是 噢你今天山在這裡 那你的水 其實在你的旁邊 它代表說 你在香氛蠟燭 其實有貴人會幫助你相住 因為水也代表我們的貴人嘛 所以你的山有了 水也有了 所以現在的這個畫面呢 呈現了一個無人島的狀態 感覺什麼都有 你等於要自力求生 自己捕魚 自己去 把草割下來當衣服穿 自己去摘水果 自己生活 接下來的第三罐代表我們的 就是事情的另外一面 那這一罐代表火 那火會代表我們的行動 熱情之心 還有我們的魅力 這一罐已經在第三罐了 所以它等於你要藍不藍的 所以它會有點 起伏不定 震不起來 而且尤其跟你的第二罐 它會有所去做衝突 因為第二罐是水 對 所以會來克火 等於克住它 所以你的畫面是濕度太濕了 你的火升不起來 所以你整個就是沒有辦法去行動 那接下來是第四罐是幫助你的建議 這一罐代表我們的經 那也是收成 對 怎麼收回來 然後也要檢視 所以你現在也會有一點 看不到檢視之心的概念 當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的延伸性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會不會跟你現狀有什麼關聯 五輪島的狀態 然後濕度太濕了 就火升不起來 你要自立自強 自己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第四罐就是木了 木就代表我們的扎根 扎下去 然後小樹 但是你現在完全沒有素 所以你五輪島上 是枯萎的狀態 沒有素 這是給你就是你香噴蠟燭 在兩個月內的狀態 因為香水髒補是短期髒補 是 聽起來我應該要多做一些鋪陳 跟準備了解 太濕我會覺得我好像有點 拿不定主意 要多耕耘一下 再來做這件事比較好 那有沒有一個什麼 萬一這個綠色的在這邊這樣就很好 假設你變在中間的話呢 會變成胸 好像也沒有很好 算了 好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結束了 謝謝大家 你們看不到我的香噴蠟燭了 大家再見 但是 怎麼樣 也不用擔心 都是可以改進的 因為像是我們在占卜 你會知道 你可能現在遇到的困難 但是我們一定是要去改善它 這兩個會是香水占卜給你的建議 檢視的行李打開你 一定要看到 你做完香噴蠟燭之後的 收成結果 然後你看金又跟最後一罐形成一個相剋的狀態 你會一直砍你的樹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熱度點滿 大火燃燒吧 只是你現在就是這個濕度太濕 沒辦法讓你燃得起來 燃燒 它可能會是你其他外在的因素 或是可能你現在有什麼遇到什麼事情的一個概念 就是路上的困難這樣 可能說要去彈那種好麻煩喔 不要做了 因為它有未知的領域 這個水 其實我覺得蠻準的 蠻像我現在遇到的狀況 就是我應該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又沒有那麼的確定 老師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個人聞這五罐香水的味道 不一定一樣 不一定一樣 我不太相信 我拿我最聞不出來的 就最尾巴這一罐 我剛剛覺得它是藥草的味 然後味道不太濃烈 我們請鏡頭外的人來聞聞看 這味道怎麼樣 很清晰的味道 也是有點草類的 草跟類的 但是它是很清晰 我現在講我很怕被打 就是我覺得有點像 高級的廁所 進來的時候會有一面大鏡子的那種 洗手的地方 再試一罐 我覺得味道最強烈的 但是為什麼跟我剛開始聞的時候又不一樣 因為你在做占卜的時候 它就是直接把你的前衣室拉出來 然後現在你聞的味道會跟你剛剛測的不一樣 我一開始會覺得這個是 女生身上很常見的味道 現在紋絲不一樣了 不一樣欸 因為已經結束占卜了 現在要回歸它的本質 就是很像去胡適店 然後那個香水去試紋的那種 我剛剛拿起來就覺得它超濃 侵略系太強 所以我把它放到後面去 好神奇喔 喔 有欸有欸 那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 像是我們幫客戶占卜完 因為它一定要做改善 那就是因為香水占卜是在講我們的氣場 所以呢我們要幫你噴香水來變你的氣場 那才會對你在香氛蠟燭這一條路上有幫助 那我會幫你噴金還有這個火 啊我會幫你噴一個 核脫落豬的數字 1234 12345789 49我也有金 123 1234567 37同道火喔 OK 那這樣就幫你做了一個調整 那你可能就是 今天或是過幾天 你會有新的啟發 這味道滿神奇的 不像一般香水的味道 我覺得我來那個測試一下 我來調查一下我現在身上味道是怎麼樣 剛剛聞了我的味道之後覺得怎麼樣 就是有種 服飾店的那種香味的味道 它已經被綜合掉了 那所以現在我經過你旁邊 你不認識我 你聞到我的味道會是喜歡還是討厭 我可能會聽三秒然後繼續走 然後想觀察我這個人 對然後它有點薄荷感 那老師我們只能用這五瓶做占卜嗎 它會換嗎 它的裡面的成分不會換了 它就是已經完成了 喔了解 那你用完的時候就要再調一罐新的 對外面的香水跟像這種占卜的香水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我們老師是用五型八字 那這個香水占卜是五型八字的衍生 因為例如五型八字如果你有缺少的氣場 缺少的五型 我們會用香水去幫它補 遇過就是都聞不出來的嗎 覺得五字都一樣 目前有遇到最多三字 它就說它覺得怎麼感覺都沒有 然後就可能在測完的時候它又再聞 它剛剛都聞不到味道 怎麼現在又有了 這個香水占卜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遇過用鼻子來做 就是只用嗅覺來做的占卜 香水占卜的原理就是透過大自然的五型 香聲香刻 接著呢再去透過我們的嗅覺呢 去感應味道的雞胸 嗅覺呢是我們人體最不會說謊的地方 你當你覺得香的時候就是香 那當你覺得臭的時候就是臭 你的內心你的一個眼神就會一覽無異 氣場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在原方如果你看到一個很負面的人 你一定不想靠近它 當然 它的氣場會散發出非常強烈的濃烈的黑感 現在什麼氣都很重要 經濟看景氣 市場看買氣 賭徒看守氣 人要看元氣 做事看運氣 人死看斷氣 喔 練很久喔 那些事情要當老舌歌手的部分 有 有 有 玉莎智老師平常在高雄對不對 那如果想要體驗一下香水占卜的 要怎麼找到你 可以上我的IG 然後我的工作室名字叫 英元小站 林詠師勸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你做服務 真的是很特別 我剛剛又聞了黃色這一罐 我覺得味道又不一樣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六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可以去 玉莎智老師的這個專頁看看 好 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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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